中國的國防部長李尚福 還在人間蒸發中 但是傳出新任國防部長有影了 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參謀部的參謀長劉正麗 有望被任命為新任國防部長 除了他也是習近平的愛將之外 更要負責習近平的人身安全 也傳出習近平最近生怕被暗殺 離開北京的次數明顯增加 而且大多坐火車 因為蛇刀人又預言了 中共中秋後將出大事 再來關心玉龍集團 預計在明年1月中交付 首輛國產純電車納智捷N7 利拼要成為國內電動車銷售王 看看其他品牌的電動車 納智捷擁有什麼樣的優勢呢 不過說到玉龍集團 在嚴懲力廉接棒之後 除了汽車產業之外 也積極推展金融能源領域 要讓玉龍的招牌再度被擦亮 到底他用了什麼樣的心法 又會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今天要帶你一起來見面